第905集 天下之大就几乎无人能为 在这一刻 昆蓬大圣的情况 与此前的妖神九英何其的相似 他与天上周天星辰图气息交融 俨然成为了一体 方才那一桌是属于周天星辰图的力量 东皇 你不明白 昆蓬大圣缓缓放手 笑容祥和依旧 双臂张开迎向了空中 所谓的妖神正位代表什么 我终于明白 我等七十二妖神法相 皆带有炼制出周天星辰图的 太古妖神本源力量和意志 妖皇不出终究不散 哪怕他们已经陨落了数十万年 依旧如此 唯有我等正位朝拜妖皇 真正通过周天星辰图 造就初代妖皇法相 才是他们消散天地间的时候 道德那时 周天星辰图就是真正的传承至宝 我法相宗的后人也再不需要被法相反噬而苦啊 说话之间 星光天降将昆蓬大圣通体笼罩 无风而自动衣袍 宁立不动 却悬浮上天 从下往上看去 昆蓬大圣即将揽星空入怀 又似要被星空吞噬 化作其中一颗明亮的星辰 妖皇又如何 法相反噬的问题 自有其他的解决办法 昆蓬祖师 你又何苦来在 张凡一皱眉头 本来高举的手掌豁然捉住 漫天星光汇聚在他的掌尖 凝成画轴的模样 昆蓬大圣 是他满怀希望 进入东亚日出谷之后 所见的唯一一个人间圣者 其所作所为也配得上这个称呼 更有昔日 见得古城中大鹏王 坐困瓮中的模样 不知不觉中 看着昆蓬大圣 就与其余的妖神不同 张凡所言也非虚妄 有周天星辰图在手 是大日金屋妖皇法相 他完全有可能 让昆蓬大圣不再妖化 即便是法相反噬的问题 也未必就不能解决 随着他的动作 随着他的动作 星光渐宁 终成了一幅实质的画卷 被张凡握持在手中 周天星辰图 张凡将周天星辰图顺利地收取了下来 然而他脸上的凝重 却不曾有半分减少 反而面沉如水 周天星辰图 确确实实是握在他的掌中 奈何头顶仍有星空 七十二妖神法相所构成的星系 游则将神石宫尽数笼罩 跳入了星辉之中 哈哈哈哈 东皇 已经迟了 一步踏出 再无可悔 再说 无 亦不后悔 昆蓬大圣的背影 渐渐变小 仰天望去 就仿佛一天星辰碎屑 偶然映入眼帘一般 昆蓬祖师 张凡深吸了一口气 神石宫 啊不 应该是全新的东皇宫 大放光明 轰然旋转 由无尽的微能凝聚 似可将苍穹瞬间洞穿 显而易见 他是要借助东皇宫的力量 生生地将昆蓬大圣进行到一半 甚至拖出了周天星辰图束缚的 妖神正位举动 强行地遏制住 东皇 浩瀚星空作为背景 昆蓬大圣的声音轰然而下 停手吧 无需如此的 我 还是我 死去的 只是妖神 存留的 却是人间圣者 法相宗大圣啊 这里有数万年的老友 有从懵懂小儿 一起步步走来的知己 有我们昔日的辉煌 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只有归为星空 才是我们最好的归宿 前面的树言 还是昆蓬大圣自己本身的声音 道德后来 竟好似于数十人齐声说来 七十二大圣 张凡手上的动作一顿 东皇宫的威势凝固 就好像在泄洪破堤的一瞬间 洪风巨浪止步一般 东皇 我们就在这里 哪里也不去 就看着你这后辈 是否辜负我等造就 能否将法相宗 能否将我人族 能否将整个天地 带向何方了 道德此时 已经半点也听不出 昆蓬大圣的声音 犹如天道的代言 有无尽的高股苍茫之感 砰 一团血雾爆开在星空之中 精粹的昆蓬虚像 不带半点的杂质 投入到那七十二星辰当中 最晦暗的一颗 张凡长舒了一口气 高举的手臂软了下来 一切已成定局 昆蓬祖师 走好 他喃喃地说着 声音低落 不曾传出于口中 同一时间 天上七十二妖神 正位星辰 亿万道的星光 绽放了出来 疏忽之间 突破了东皇宫的阻隔 变洒整个天地 偌大东崖日出谷 尽数笼罩在星光之下 一时之间 连日灰都为之必让 永远的朝阳 也拉过云朵 遮挡了脸庞 突然 在张凡凝望星空的瞬间 七十二颗星辰 齐齐暗了下来 若有七十二道身影 伏地跪拜 一而再 如是这三 七十二妖神 朝拜东皇 张凡张口欲言 却是说不出话来 强大的力量 从浩瀚星空升来 铺天盖地而来 恰似天降功德时的样子 不住地钻到张凡的体内 一身污体 漠然间响彻长空 大日金无法相 通替太阳金焰燃烧着 自行从张凡的体内 浮了出来 污体声中 那强大的力量 也尽为吞噬 一点点 一步步 展翅射空 大日金无法相的气势 不断地攀升 终至前所未有 连着东皇宫都为之颤抖 似是感受到 什么毁天灭地的恐怖力量 正在成形 张凡仰天长笑 无限恐怖的力量 与蜕变从法相传输到几身 仿佛一波波的巨浪 是要将阻拦在前的屏障摧毁 化身之上 尚有禄否 当日张凡 为了伏魔道君的一幕 无由地在他脑海中浮现了出来 旋迹就是一阵的精明 明白 只要鼓动这股力量 一举将那屏障冲破 他就真正踏出了这个境界 成就像当年 陆地针线陆雨一般的存在 然而 在这一刻 张凡犹豫了一下 终究没有将法相纳入几身 而是全盘地 接受着足以让他 冲破化身境界的庞大力量 而是逆向而动 将所有的力量都是逼入大日金屋法相之中 这是你道 不是我道 这是妖道 不是人道 这是其路 非是正途 张凡到底是没有借助这股力量 一举冲破了化身以上的境界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 金屋法相之力近乎无止境地攀升 此时 全力催发 就是天上真正的红日 也要避其锋芒 时间飞快地过去 当张凡收拢了大日金屋法相 在感知中 只觉得整个天地都不同了的时候 天上的七十二颗明亮的星辰 恍如一体 张凡凝人望去 只见得星云变幻 演化出竹林流泉的景象 尚有七十二人 或男或女 或老或少 纵情狂歌 呼啸来去 说不出的字意畅快 这其中 有昆鹏大圣 九英 穷奇 画蛇 竹龙 鹿武 朱燕等熟悉的面口 还有皮修 魁牛 陶铁 等陌生的前辈大圣 在张凡 在张凡望过来的时候 七十二人齐齐举杯 共饮而下 似乎是在为张凡庆贺 碰 梦幻泡影破碎一般 夜幕星空景色不见 昆鹏大圣 九英穷奇 这些日子 经历的一切 又恍如梦幻 在东皇宫最顶端处 不知何时 七十二颗璀璨的蓝紫色宝石 相欠 仿佛神石宫 就是浩瀚星空的本身 一众星辰点缀 张凡猛地一下 将手掌钻紧 周天星辰图 知之有声 似乎承受不住 那无边距离一般 去吧 信手一挥 周天星辰图 直接破开了空间 洞穿了东亚日出谷 中央仙界 以及灵仙界 直落着人间界的连云山脉 紧接着 张凡抬起头来 最后看了一眼 天上七十二颗星辰 回身 举步 向着东皇宫外走去 从他的背影处 一个充满了自信的声音传来 祖师们 你们看着吧 同一时间 神石宫中 妖皇宝座也悄然发生着变化 从适应妖身的庞大 变成了符合人身的大小 有金叶 燃烧成火云山的纹路 装点齐上 在靠背的最上方 一只大日金屋 振翅 与飞 人间界 秦州连云山脉 法相宗山门 传承殿堂 一日星光舞 迎合谢九天 在外人 乃至法相宗宗门弟子 皆茫然不解地看着这一变化的时候 传承殿中 或老或少 或男或女 皆是长出了一口气 一时间 满殿皆是舒气之声 竹九霄 凤九岭 苦道人 西若 婉儿 悠悠 以及几大弟子 凝固在脸上多时的紧张之色 也忠于冰霄雪势 张凡召唤周天星尘图之后 朱九霄 第一时间就通知了众人 居于此处 除去老爷子 还有那个张凡 始终不曾真正与其见上一面的生父 张涛之外 与张凡关系密切的众人 皆在此处 他们对张凡都是了解甚深 知道不是到了真正的危急关头 他绝对不会召唤周天星尘图 只有以他身上的手段能够解决 张凡更愿意将周天星尘图 留下庇护宗门 同样的道理 若是无事 周天星尘图 也一定会被张凡 第一时间归还到传承殿 这才有了众人满脸的凝重 以及苦苦相后的场面 好 朱九霄长身而起 脸上尽是欣慰之色 他多年面对周天星尘图 对其上的每一缕气息 都是熟悉无比 不过瞬间功夫 他就在其中感受到了 曾被激发出无上威能的波动 执掌周天星尘图 遇千年 这般的威能 从来没有在 朱九霄的手上显露出来过 然而 此时 他的心中没有半点的忌妒 唯有忠心的欢喜 哎 玄机 他的心中一惊 忍不住 又凝神打量了一下周天星尘图 无论是目之所见 还是神识探查 他都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之处 但是仍然 下意识地感觉到不对劲了 这种感觉无法言说 就好像周天星尘图当中少了什么 同时 在朱九霄 他自己的身上 也同时放下了什么 玄之又玄 让人分辨不得 朱九霄 早就站在了 元英境界的最巅峰 只要他自己愿意 念动之间 就能成就化神 长生不死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与那些踏上化神 长生道路的 法相宗前辈化神 极无区别 隐然 已经可以感受到 一直沉睡在 法相中的妖神 本源意识 与法相反噬之力 这股力量还没有苏醒 朱九霄更多的是本能地觉得不对 又分辨不出来源 今日周天星尘图到张凡的手上走了一圈回来 他却发现那种异样的感觉不知何时已经消失无踪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朱九霄茫然不解 玄机又摇头失笑 自嘲地说道 罢了 管他何事 张师弟总不会害我便是啊 哈哈 如脱镣铐 不亦快在啊 正在此时 朱九霄的身旁 凤九岭也是大笑出声 我就知道啊 张凡这孩子有今天手段 气韵庇护 当能碾碎一切 一往无前 果然呐 哈哈哈哈 刚你说过吗 老头子我怎么没听见呢 就看到你在那愁眉不展了 苦道人撇了撇嘴巴 吃笑出声 罔顾他此前也是一副紧张到无可救药的样子 咦 这个苦道人啊 凤九岭哭笑不得 这些日子来 两位老人相处甚好 如此打趣也习惯了 要做得杨怒都做不到 苦道人自张凡走后 就一直留在法将宗养生 现在 恢复大半之后 他也没有四处乱逛 而是救灾在东阳风上 其中的究竟是新眷了 还是为了就近照顾张凡的家人 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你们哪 朱九霄摇头失笑 身后忽然噗哧一声 回首望去 正见得是悠悠这个新一代的小妖女 在无嘴偷笑 凤九岭 苦道人就不觉得有点尴尬了 朱九霄也就罢了 被一个小丫头看了笑话 真是丢了面皮 悠悠 希若轻斥了一声 脸上也带出了笑容 周天星尘图 来去加起来的时间也不甚长 然而 对他们母女而言 却无异于 大半个辈子已经过去 度日如年 也不足以形容 看到他们的样子 朱九霄 凤九岭 苦道人 护视了一眼 点了点头 脸上尽致欢味的笑容 一行人 在愈发聚脸 与纯粹的星光映照之下 谭笑间漫步而出传承殿 他们还不知道啊 经此一事 周天星尘图 可谓是脱胎换骨 真正的使命完结 妖神一年 随着七十二妖神法相朝拜妖皇 消散于风中 绝迹在人间了 从此之后 周天星尘图 只是一件无上至宝 是法相宗的传承之本 再也没有其他的意义 其他存在的寄托了 眨眼间 朱九霄等人眼前一亮 出生的昭阳 向日灰变洒 不出传承殿的众人脸上 身上都是一片的金光 在这旭日东升 喷勃而出 普照天下日灰的时候 整个人间界的苍穹 唯有一处漆黑一片 阳光也不能透入 那里 正是昔日灵仙雀所在的位置 大片的阴影 好像束缚在蛋壳中的 新生的生命 随时可能咔嚓一声 啄破蛋壳 真正现身人间 酷爷爷 那里 是灵仙剑吗 悠悠望着大片的阴影 拉着苦道人的衣袖问道 不错啊 苦道人满脸的慈想 拍着这个张凡 唯一后裔的小手 笑着说道 那里 就是灵仙剑 也是那小子 战斗的地方 灵仙剑中 也不知 是出了什么事情 朱九霄摇了摇头 接着苦道人的话说 几万年前 集合天下间 最顶级的大神通者 强行以无边的威能 将灵仙剑 从人间剥离了出去 现在不知道为了什么 又要强行 轰破这天屏障 重回人间 具体情况 怕是要张师弟回转 才能知晓答案了 从这阴影出现日起 灵仙剑 与人间的通道 就已隔绝 除非有轰破天地屏障之力 或是坐等灵仙剑降临 否则 再也无法进入啊 说到这里 朱九霄苦笑了一下 才接着说道 要是真等张师弟回转 怕是也已经尘埃落定了吧 罢了 多相无异 老夫与九州化身等 约好要商议此事 已经耽搁片刻了 这便要离去 你们 朱九霄望着西若 悠悠等人 有点迟处 吃不准 是要携带着周天星辰图 带着他们一起前去 还是要把他们留在宗门当中 交托给凤九岭和苦道人等 我们留下 西若何等灵动之人 朱九霄言下之意如何能不明白呢 坚定地摇了摇头说道 我们会到神通树下 等师兄归来 神通树下 朱九霄一时沉默 到了口边的劝说 也重新咽了回去